一年读六百本书 那很多人想 可是我读六百本要干嘛呢 那第二年或说之后 其实目的是你要专精在 你想要去研读的领域吧 这接下来的 你的目标或是你的目的性 才是更重要的是吗 没有错 因为我们不是为别人念书 我也不是念完书考完了 然后就把它丢到旁边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生活中用不到 我们大人在读书 我都会很务实的来看 既然你要花时间看一本书 那我就要想 他对我到底能帮忙什么 所以阅读目的性确定了之后 再来我们要去删选我的领域 比方说 我以前在纺织业工作 那纺织业的东西对我来讲 那个叫做求生 我一定要把它做到很棒 很好 因此我会大量先阅读 纺织业相关的主题 这个概念叫主题阅读 所以这六百本书呢 我可以先锁定大方向 只要跟纺织业有关的主题 我都要读 然后我找出六百本来念 那如果说各位想要了解的是 比如说跑步 那跟跑步所有有关的书 我通通都要把它找来读 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能力 是说我有判断这本书的眼光 我说的眼光不是说这本书好不好 而是这本书适不适合我现在的水准跟程度 因为有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的主持人介绍我说 这本书很棒喔 你看 可是好难喔 这在讲什么 我太困难了 对我来讲 那个程度的跳街跳太大 我就会有挫折感 所以刚开始我会建议你先大量的摄取内容之后 然后建立自己懂得筛选 适合现在的书 那这个能力建立完之后 我就要开始聚焦了 比如说像跑步 跑步我是要跑马拉松 还是要跑短跑 还是我要拿奖的 还是我要训练自己是 因为像有些人跑步会跑到受伤嘛 还是我要训练我自己是 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跑步的教练 我还懂得怎么去教人家 这些都是不同层次的目的性 那么我就从这边呢 就有能力要去筛选这本书 可不可以达到我的目的性 所以你要先在第一年把六百本读完 这个能力才会建立 那第二年呢 就要再更聚焦在 好我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 一千场马拉松的选手好了 而且我要拿奖的哦 我还要到国际上去拿奖的 那这时候我可能要建立的一点就是 我要如何规划我的跑步的节奏 跟我的生活时间 是可以达到我这样的目的性 所以有可能我要读跟跑步有关的书 我也要去读怎么样做好时间规划的书 所以我的第二年的目标 我只读这两种 其他的我都不读 那因为我前面不是有那个 删选的能力跟眼光吗 那我可能在这两大目标下 我真正要读的书可能只有20本而已 其他层次可能对我们来讲太低 所以就可以经由自己的目的的确定之后 再来做这个阅读的计划 对 所以阅读其实影像阅读应该是蛮广泛的 它有很多的层次跟步骤要去处理 那我觉得大家都先不要急 真的不要急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可能大家刚刚听到胡老师的分享 就会心里有点急 我好希望能够赶快达到这个高手的境界 但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耶 没有错 应该这样讲 大家都很容易达到高手 我有看过最快的一位 他我记得那时候学闲测验 他一分钟只有读180个字 我们一般人没有经过训练下 他应该可以读250到750 他是远低于一般人 可是在12小时后呢 他进步了10.1倍 就变了1800 那太厉害了吧 那我要用他的例子来告诉各位 他不是特例 而是说 我越快抛弃过去的不良习惯跟心态 我们进步的速度就最快 那他就是 我都已经远低于一般人嘛 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好不能抛弃的 因为我以前这方法就太糟糕了 所以他很快抛弃 所以如果说各位在进行的时候啊 你遇到任何的一种觉得怪怪的 做得不太好卡卡的地方 其实我都会这样讲 你应该要恭喜你自己 因为你找到你的关键点 我只要把这几个关键点解除掉了 其实你就会大要进 可是我们很多人的学习过程是 我讲是过去的学习过程 他给我们一个概念是 我这里不好 我那里不好 然后就累积累积 就觉得说哎呀我真是糟糕 所以我要大要进好像不可能 可是在做影像阅读的时候啊 就我刚刚说的 他是一个潜意识阅读 他不是那种逻辑的 因此你要真的去相信自己说 我就这样做 自动我就会达到这个阶段 所以有任何的不良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很差的那种感觉 你都要想说 哎呀恭喜我自己 我找到这个盲点了 处理掉就没事了 好正面哦 好阳光哦 但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给自己 这种正面的一些潜意识的设立 是很重要的啦 对 其实这一块 我可以分享一个概念哦 其实我自己个人了解了 学习方法之后 我一直很想知道说怎么学 然后其实外国也是有类似的研究 欧美都有 我想问问主持人 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一个人如果他要达到他最终的目的 不管他要做什么 他最终的那个终极目标 请问我们是要发挥优点 还是要弥补缺点 哪一种人最容易达标 发挥优点 没有错 科学结果也是这样 我每次问这个问题 大家都会说发挥优点 结果我错了吗 但是 科学结果也是这样哦 发挥优点最容易达标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从小到大的 所有的环境跟教育 都告诉我要你补缺点 你这里不好 你去补数学哦 你那里不好哦 你要不要再去上个课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看自己的缺点 看自己的不好 所以我们很难进入潜意识阅读 所以我们要先突破这一关 就是不要只看自己的缺点 或是一开始就说 哎呀好难哦 我觉得我应该不行 对没有错 嗯